阎山寺在过去是进入到五台山的必经之路 阎山寺现在仅存的文书店最有趣的地方就是 建筑是经代的 而壁画是宋朝的画像绘画的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在北宋末年 金国人从中原掳走的可不仅仅只有宋徽宗啊 当时宫廷里的很多能工巧匠和艺术家一并都被带走了 而这个文书店里的壁画当中的山石流泉亭台楼阁 看上去不就像是一座城池吗 这中间还穿插着泛夫走族僧侣 以及一些佛教的故事 这位画匠如果没有洞察世界的敏锐 驾驭复杂题材的非凡功利和高超技艺 是画不出这么精美的壁画的 有人说它是墙上的清明上河图 很多人说 这算是咱们当代人比较克制的评价了 其实这位画匠的名字 是出现在了阎山寺的碑刻上的 玉前成印画匠王魁 画出如此壁画的王魁 是否是在北宋的画院里边学过画 宋徽宗有没有指导过他绘画 还有他与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张泽端 是不是同门师兄弟 是还是不是 现在这一切似乎都不重要了 单单看这些壁画 我在想应该是一个68岁的老人 对北宋汴良城的美好回忆 因为在1167年的时候 文书店的壁画完成 而这位玉前成印画匠王魁 68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